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的也是很积极 红方赵星星选择先直落 然后接下来缓冲炮 黑方向三进五 红方再马上进三 这路变化 黑方冲三足 现在也是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攻招 因为足底炮 就是有机会冲三足 肯定是要冲起来的 接下来的红方就是 他是先飞得变相 对 红方是这个GP2量区 先出区 对 他拱过来 他足三进一 这个向七进九 也是最近一段 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走法 对 以往红方还是走 跳鳖马就多 黑方依然是走 走居有进一 或者是按您说老普是马二进四 对 都有 红方这个非边向是什么意图 就是说想让黑方这个足下来 对 红方再去马八进六登他 他再冲 红方再走炮八进二 这二就说红方的大子出度比较快 但黑方这个三路足 应该说也会对红方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对 这个起就是形成这么一种 非常复杂的对攻局面 那到底应该怎么下最好呢 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即便是现在高科技这么发达 棋手水平这么高的情况下 也没有一个定论 那么棋手呢 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的 来见招摔招 他走居久近一 对 黑方居久近一 王天一呢 由于在第一盘棋呢 取得了胜利 所以他呢 第二盘棋还是后手 所以 还是先 第二轮他是直先 然后跟郑维同下了一盘合棋 跟郑维同下了一盘合棋 这是第三轮 这是第三轮 所以他这个居久近一呢 这招棋呢 应该是比较稳健的 对 希望自己呢 能够把这个棋呢 先稳住正脚 那红方呢 赵维一呢 还是不愿意呢 太平稳 所以他炮打中族 一枪 然后十四近五 然后接下来红方 走了一个兵五近一 对 如果要是飞的话呢 他可以直接飞 炮 不要打中族 对 那先再飞呢 这个动作就慢了 因为黑方马尔金四 居一平二两区 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是继续冲中兵 来强化这个中路的攻势 黑方上马尔金四 红方再冰五近一 冲过去 然后黑方这时候 选择了一个足三近一 就是下兵 黑方这个足呢 他也要处理 对 因为呢 如果你要是下马尔的话呢 他可能怕红方这个马的位置呢 有些利用 对 现在黑方先走这个拱族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马尔金六的时候呢 他足三近一十一个先手 他有这么一个含义 对 他就希望破坏你这个两个炮的 这个位置 所以黑方一下族 红方又 马上走这个炮八平五 因为那个一个炮呢 感觉有点单调 这样呢 还是继续加强这个中路的攻势呢 可以呢 进一步呢 给黑方这个中路呢 一些威胁 等于说这个旗一开局 黑 红方就是 下的还是比较积极的 就直接就过了一个中兵 对 红方这个旗的意思呢 就是说想打破这个常规 是 让这个旗局呢 比较乱 双方呢 都是有顾忌 然后两个人都不好掌握 以便呢 乱中取胜 这个可以看出来 这个赵欣欣布局以来呢 是积极求变的 对 他不甘于呢 走得过于平稳 对 感觉让他也有准备 应该也挺符合他的气风格 对 黑方现在足三进一呢 就是不给红方直接上马 让红方先不回首饰 实战当中的红方呢 一般来讲会走16进步 但是红方呢 却别区向心走了一个14进步 然后随后黑方走了一个G1平2 把G两进 后来我们看那个齐普呢 觉得黑方这个G1平2暂时其实也不是很着急 不是最关键的 黑方呢 可以考虑直接出去 加快这个反击的速度 那他可能也会炮平1 打平 黑方就G6进步 然后再点G 下不齐你下底部就G6平2把你吃掉 这个齐呢 黑方呢 就说的可以呢 加快反击的这种速度 对 所以说这个齐红方呢 应该说也是没有什么把握 对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总体来看呢 红方的格调呢 是冒险求胜 对 但是呢 风险呢 也确实是很大 那黑方没有走G6平2 他是先走的G1平2 因为这个局面呢 我想啊 王天一以往摆的也比较少 对 因为这个 王天一可能直接走后手 走到这个局面 他也是第一次 所以他也是凭着感觉走 对 感觉这个棋出现的也比较早 对 比较少 对 他G1平2 先出来 大赛中好像 感觉先出G嘛 也没有什么问题 红方上马 黑方接下来走一个 黑方这时候走一个马4进3 那感觉都是先手 嗯 红方这个时候呢 走了一个G9平7 这招棋呢 又是走的很奇特 对 因为场理来讲呢 走到这个地方 红方要感觉要平一波炮 这种可能性大 平炮保住 然后他将来平兵啊 或者下兵啊 对 因为这个地方你打马呢 他还有G9平7 还有G9平7 有这些先期后期的一些手段 红方的故意呢 把这个G呢 马呢 让你牵制住 但是呢 也是顺机呢 开动了这个子力 应该说这个 走到这呢 这这个旗呢 就突然显得就非常紧张了 对 走法还是挺巧妙的 对 变化 接下来呢 黑方就走马3进5 先把这个中兵的吃掉 因为毕竟这个中兵的也很大 红方顺势 这个旗呢 黑方这个左翼的子力啊 也不能不动啊 老不动呢 这边呢 也容易出现一些啊 问题 但是九路G1还是得亮出来 所以现在黑方G9平6 亮出来 这个也是正照 接下来红方走炮 红方还是炮平1 平边炮打兵呢 就是准备形成这个天地炮 这种旗呢 这个特点呢 就是啊 双方在这个动态当中啊 孕子当中啊 对 是难以平衡的 还有炮一进三 现在还有炮五进五 打中向 对 这个旗是肯定难以找到平衡的 双方呢 就是说子力呢 全要交错 黑方呢 主要是获得了一个过河族 而红方呢 最主要两个G啊 都出来了 拉住黑方两个炮 另外 双方的位置比较好 形成一个天地炮 那这个旗呢 就是说黑方呢 是在防御当中来进行反击 但是红方呢 也是有比较多的顾忌 走到这儿呢 黑方实战当中 走了一个G6进4 来捉了一个马 捉马 我觉得这个捉马呢 可能当时呢 那王天一是凭感觉走的 那感觉也是个先手啊 把你马捉完以后 我这个马五进六就会点 对 他可能也是这么想 但是呢 被红方马六进五一跳呢 是变成了一个后手 所以黑方这个G6进4呢 本身没有发挥 比较好的这种效率 是啊 所以黑方这个旗呢 应该走G6进7 G6进7 对 这招的旗呢 点二路 也是事后我们在 分析这般旗的时候呢 我觉得黑方应该点二路 那不怕人家的抛异性 你下几炮 黑方再走G2进7 反驻 进去住 因为红方这个炮 你看他这个位置吧 他也不好动 中炮也有些过滤 你如果抛异平台打向 我就把你落掉 下不及过G2进5 我也可以吃你的 这个中炮 对 所以这个旗 黑方呢 反击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对于红方来讲呢 也是有诸多的考验 那这个旗 他实战 他走G6 G6进4 捉马了 对 他当时呢 就是想有机会跳到 马5进6这个点 但是被红方 马6进5一跳 他是一个后手 必须要躲炮 对 他得炮三平四躲一步 对 然后红方跑1进3 又是一个协手 准备打底向 对 打相 得相 肯定马8进9 我得跳 对 然后红方走G7进8 这几招棋呢 红方都是走的先手 对 特别是这招G7进8呢 是 体验出这个赵新兴啊 对这种杀势啊 这种敏感 对 就这个G1点到这啊 怎么看这个棋 黑方都是有危险啊 现在最关键 一看有一个马5进3 对 马5进3就很厉害 对 又要打相 又要挖中式 然后切断了黑方这个 弹子炮的什么 一个防守 对 黑方实战呢 就走了一个炮8进2 对 他掌炮这个防守 对 这次B国元的比赛呢 我也非常荣幸呢 这个受组委会之邀呢 来到了这个 比赛的这个现场 当时呢 我和这个广东队的 这个李鸿佳大师啊 就一起呢 在网上为大家讲解 这个李鸿佳大师 就是很敏感 他说 强哥你看看 走马5退7行不行 很快就说出这一句 对 我说这是好棋啊 我说这一走黑方怎么走啊 这个黑方有点晕啊 这个棋 是 因为黑方如果一打马 红方这个居然进8这点 这天津炮的唯一 对黑方不知道怎么硬了 这个棋 是 下部棋还有炮打中向 他这八路炮是个屏障 他不敢乱动 对 那黑方这个棋 也不能飞 他举起平武 吃中式 对 吃中式马上就输了 对 中式挖掉还怎么下 那两块居武金 还抽了居 吃了还吃中马 对中马也动不了 那这只能动这炮吧 对 不动炮 你就打相啊 马716啊 灯炮 这个棋呢 后来 这个下完比赛之后 我就问赵新鲜 我说你怎么没走马5去7啊 这招棋不是很厉害吗 对 他说当时我也看到了 他说对方啊 有一个抛进3 他说感觉呢 这个中马脱离这个点以后啊 对方老有马5进6的反击 他说他感觉呢 这个打相也没有把握 一打相对方走降5平4 降5平4 对 红方也失控 他就说的事 他说呢 没有发现这个红方啊 有一个冰3级的好戏 他说没有看到这个后续 是 这个其他就不能再吃了 因为打一将以后 有一个打局的这个手段 对 跑冰3 所以黑方呢 就只能够退居了 对 退居看住中线 红方呢 恰好有一个马735 这个马呢 通过这个盘旋的运转呢 这个走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防止住 你买5进6的点 对 如果你G2进4 那你G2进4看住 哇 红方再G2进3 把你这个过河族呢 捉死 这儿呢 红方呢 就是说 天地炮对黑方 有直接的威胁 并且即将消灭掉 对 黑方这个过河族 黑方呢 每个在都处于防守阶段 所以说这个期啊 如果王天一 如果面临这个局面 就是太难下了 对 黑方就很困难了 是 所以赵金金呢 这是第一次呢 就是这个盘面 当中啊 出现了 就错过了 一次非常好的 扩先的期 对 有个马五退期 这么一个点 然后实战当中呢 红方走了冰级 这部棋呢 我和李宏家大师 我们就感觉 哎呀 这个棋 当时就认为 偏缓 缓 太慢 但是王天一呢 就是毕竟这个 闭门的比赛啊 强度很大 是 由于这个 有后面那个 支撑林农会啊 对 还有这个 协训杯啊 等一些大赛啊 对 这个决赛阶段呢 是一天进行两盘 这个大家呢 弄的时间很紧张 对 年底呢 就是大赛不断 而且这个比赛之前呢 还有这个 在浙江呢 也有一个 比较高层次的比赛 对 那个逆环杯 关键现在这个局面 是双方六个大子 六个大子 这个缠斗这个 尤其是中线这个位置 对 黑方这个棋呢 就是如果简单的话呢 就可以走G2平3 这样G2平3对G 对 这样可以释放压力 另外还有一个狠的招法 可以考虑走 Post进一 就是不给 红方马五退期 这个机会 就是他马五退期 这个点是太厉害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将来腾住功夫来呢 黑方呢 就是 可以以后G6推二回来 对 时代当中呢 黑方呢 就是 这两招棋都没走 他走了一个G2平3 G2平3 这个王天一呢 可能 对于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他也是在 苦思影响 也想了半天 因为他也感觉到 这个棋呀 主要有潜在的 这个压力太大 但是呢 他也没有可能 想出更好的办法 是 那红方就接下来 又兵一进一过 继续过 对 那么走到这儿呢 王天一这部棋 倒走得很快 我们大家都比较出意料 他就突然想好了 就直接冲冰 就冲下来了 那这个棋必须要治掉 因为吃中炮 这个中炮很大 黑方是五四六 先把这个组吃掉 接下来黑方走 G612 622 应该说这两步棋的构思呢 还是可以的 主要把这个 有这个危险的六路区走开 以后就可以买五千六 对 但是呢 这个棋呢 也说来真是巧 红方现在呢 还有马屋退棋的机会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 还是 对 依然有 依然有这个强行退马 对 后来呢 这个 他们两个人呢 这个赛后啊 就进行了这个 交流复盘 对 这个 这招棋呢 因为我来到 他们两个复盘的时候呢 已经是到后边的局面了 是 这招棋不知道 他们临场呢 复不复复出来 就是下面一招棋 这个赵兮兮就特别后悔 是 但这招棋呢 可以呢 抢先发难 黑方呢 也是挺痛苦 这个棋 对 现在还是马七筋六 登里炮 对 然后 你要是打 我还是有G二进八的 对 你如果飞的话呢 还是这个G七平五 对 我有上万里中式的 这个棋 等于说我马七退五 马五退七 这现在是个腾奴 对 这 这招棋呢 这个如果走到了的话呢 依然是红方呢 形势还是不错了 是 实在当中呢 红方是先走兵一兵二了 对 兵一兵二吃掉 对 而这个时候呢 黑方应该走马五进六 其实也是 叫杀 也是贯彻了他这个原来的思路 那红方只能知识 对 黑方再走G六平七 这儿黑方呢 有这个卧槽马的进攻呢 也是能给红方呢 不小的威胁 对 那现在这个打相 一直不敢 对 打相 他有个知识 对 这炮法也会死在 因为这个是杀棋 杀马也是贤手 是 这个棋非常复杂 这个王天一呢 也是没有走出马五进六 而是走了一个 他想先把中箱护住 马九退七 对 那走到这儿呢 这个赵欣欣呢 就受这个天一炮的 这个一连贯的 这个思维的这个影响 是还是受影响 他呢就是 比较 随手走了一个 随手走了一个 这招棋啊 就是让 这个赵欣欣呢 复盘的时候是 非常后悔 他这盘棋 就是复盘的时候 他一再说 他哎呀 这棋走的 真是 就是惯性思维了 也有可能确实呢 这个大赛呢 空前紧张 对 因为这个奖金额度 也比较高 冠军呢是70万 对 这个也是 在目前比赛当中呢 总奖金额是最高的 对 而且碧桂园比赛也是 被称为奇坛的奥斯卡 对 也是顶尖赛事 对 都是顶尖的棋手来参加 那么到底黑方 马九退七以后 红方应该走什么呢 对 这个时候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做详细的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这盘精彩的对局 赵锡心最后悔的啊 对 这个局面 他炮一瓶二 他就说 不应该走炮一瓶二 应该走炮一瓶三 对 炮一瓶三 这个呢 其实临场呢 他们两个 傅凡也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是 那么黑方 也只好 吃这个吧 对 居肉瓶器 然后红方 这个时候有一个 马五退七的手段 对 马五退七主要是个先手 对 又打居 还有有灯炮的机会 黑方也只能炮丝进一 对 炮丝进一 对 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是走个 还有个炮一退一 炮一退一 对 有个强行打你马 对 正好你这个马动不了 马一动我就 居心 居心一将 马七进六 是个杀棋 对 黑方就只能走 居二瓶三 对 很无奈 也只能平居 红方对调大 然后对调 然后赵丝进就说 这个中马会到这里来 这个居就出不去了 他说这个棋就太好下了 对 确实是 这个时候不退马也行 他补招式也可以 因为你也不能退 退我马去退我 对 我将来我登掉你 我这个 还有炮鱼进一 这些先手 装装炮 还有过河兵 先回也没有问题 这个棋红方也非常的好下 所以说 这个炮鱼平安啊 应该说是赵丝进的 最终的一个败招 对 比较遗憾 走完那个以后呢 整个局面呢 就急着直下了 这个棋 可以红方说是 稳战优势 对 所以说这个 在这种决战当中啊 确实呢 双方呢 也都有机会 也都是错失了 这些好的战绩 走到这的时候呢 其实王庆一 马九退棋呢 也是一个坏棋 对 他本来可以马五进六 直接挑 结果呢 这个黑风 黑方先失误了 但是红方也没有抓住 又把这个机会呢 拱手让给了黑方 那之后的主动权 就掌握在黑方手里 然后这个时候 黑方 马五进六 对 红方 他是退的事 因为他怕这个底线透风 黑方拘六平七 他就中马还得 等于这个炮啊 用不上劲了 你这个想去进攻呢 根本来不及了 是 红方 马五退四 对方 对 蚂蚁江 江 红方只能出帅 然后他只有个G二平六 对 现在你去弯中市 弯不动了 对 弯了市以后呢 你后方线失火 对 你吃 你将来你保 对方还有什么 抛进三 这些手段 对 这些这个 有好多招 所以说 马七退五 对 还有巨区退一 巨区退一 所以红方现在呢 没有进攻之力 只能来苦手了 他走到G 他只能退区 黑方呢 可能细致点 可能还是江银在退区 稍微好一点 但是从这个根本上来看呢 也无法改善 对 主要这个以后 有炮二线二的一些的起 他先退回来 黑方就吃兵 然后继续退一吃兵 这个起 灯泡也是占优 灯泡杀掉 吃个下 也是黑方 稳究 这个吃兵呢 也是没有问题 王天一呢 就是更喜欢 这个子力多的情况下呢 来去全线进攻 对 平炮打狙 打狙他狙六平四 对 正好黑方这个平狙啊 也很厉害 下部就有一个打市 对 打底市啊 这个市打了以后 红方这个防御就爆防了 对 所以红方呢 赵新新呢 无奈之下 只好退狙来报市 然后这个时候啊 马七进九 对 黑方又上马是一个先手 对 红方无奈 又把炮退回来 炮二退三 嗯 黑方 黑方 足七进一 对 黑方眼看着这个 足要过河呀 红方无奈下呢 就把它碰掉 嗯 黑方 举七退二 这个局面啊 应该说红方啊 从开始的这种力气攻势啊 对 变成了这种 啊 消极的防御了 两个局都在家里边 这个局面 而且这个位置呢 已经摆不好了 对 所以说这个赵新新呢 这个前面呢 确实呢 错失了三次机会 对 不仅这个攻势化解了 而且这个子力很分散 两次 马五退七 还有这个炮一退三 这个三个机会啊 就说的 确实呢 也非常的可惜 对 那后来的王天一呢 确实表现非常的出色 这个地方 红方应该走炮二平五 比他实战要顽强一些 因为黑方也只能拒绝 我拒绝近四 黑方在马九进七 通过这个队子呢 对 来拓展 慢慢再拓展先手 也是黑方优势 但红方最为顽强的呢 应该走炮二平五 红方实战呢 就是走到飞向 结果被黑方马九进八 这个强行突破呢 对 就是迅速的取得了这个盛势 连续的先手 对 红方是 拒绝近五 黑方拒绝近八 然后马四星二 对 炮完了以后呢 最主要是红方的这个位置啊 比较差 右翼呢 成了空门 拒绝近八 然后黑方走了一个炮四星一 其实也可以先将在炮四星一 倒是也关系不大 对 他长了一部炮 炮四星一呢 最主要这个位置不行啊 那个昨天我在网上讲旗子 还有朋友说拒绝近五 那人家拒一将 炮一将 这像这好飞着拒 对 就把这个拒飞掉了 你想要过来对拒来不及 对 这个啊 这很无奈 实战当中 红方走的拒绝近六 这个临场啊 他们两个复盘的时候 是 赵希希就说 这个旗怎么应该拒绝近三 最顽强啊 要顽强了很多 但是这个拒绝三也不行 这个旗黑方呢 有这些连续的进攻手段 三子归边太厉害了 他只能平啊 黑方金炮一将 将 这个动作非常好 就是一将以后 炮再回 这个红方很难守 这个旗 再回来 你不能对拒 一对拒 我一将 你拒就丢了 只能下降了 你下降 对方炮八平六 对 你只能骂四拒二 对 黑方拒八拒二 这每个字都位置很别扭 这个旗啊 红方的位置很危险 你拒平过来 黑方炮六平九 这个旗红方很难守 这个终归是要出问题 是 这个战术细节呢 我就不再给他摆了 你平鞠对方炮六平九 将来有将军 有进炮打军 这些手段都很厉害 这个其实很难防守的 但是 但是G7进三呢 确实比他的实战招法呢 要好一些 嗯 那时代当中呢 红方是走的G7进六 他走了一个G7进六 想跟炮 但是这个炮呢 跟不住 结果被黑方呢 就连续进攻 这个王天一啊 就这点呢 他确实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对 就说这个通常的这个想法呢 还有一种是点这个 对 就是第一杆肯定是金派杀起 然后黑方走G8家 是 然后你要是进去保 那有G8平六 一砍就得子了 嗯 但这个旗呢 他们确实呢 也想的比较深远 他怕这个回马 有个马四岁三 然后他登一江 以后呢 他这个有金将的手段 他这个怕这个子力 将来有这些巧合 是 比如你登一江 他金将 你去捉马 他怕这个什么知识 还有这个 还有没有先举其心意 如果你吃马 他在指示 你将他退底炮 好 这个 就是说红方这个想法呢 就是说 有可能把黑方这个炮呢 扣住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有这样担心的想法 对 确实呢 他这个招法呢 应该说还是 非常的犀利的 就是说他走这个 进炮呢 对 他想要这个 最佳的方案 三子归边嘛 对 当时王天一呢 这个炮刺进一呢 走的也是很有自信的 对 一江 然后炮四平八 一调过来 对 这个旗呢 应该说红方就 无可奈何 对 挺危险 老江上要上三楼了 那炮四平三 因为这个地方 也只能炮四平三了 黑方炮 八心六 压一江 真炮一江 红方只能上帅 这个没有办法 黑方呢 就等于是把红方的老帅呢 定在这里呢 现在运这个鞠 只要这个鞠一通头 就齐的建江王 对 下部鞠九退三 这个 红方呢 就只好先捉炮啊 对 只能任由黑方来进攻 黑方再捉马 先退鞠捉 马得逃啊 对啊 他就满四推六 四推六 黑方鞠九进一再捉 他这是连续的这一捉 战术紧逼 红方只能马流进入 马流进 他再鞠九退二 鞠九退二 再捉 嗯 啊 这个地方是杀 那没办法 红方只能退马 对 来守住老将 黑方鞠九平六 再捉 他只能鞠二退三 对 他这么防守 那现在呢 黑方都把红方套住了 黑方呢 就把这个炮再运回 对 只要炮回来 再炮一战泪 这些红方老帅下不来 他很痛苦 他只能去平驱 鞠上平一 那黑方呢走的也很精巧 炮回不来 但是你鞠是挡不住我的 对 他回马 强行打鞠 因为你鞠离不开这条线 只好委屈的再让 对 黑方在马 九退八 就还是不敢 又是欺负你 对 去捉你这个马 红方只能炮三戒二 但当时呢 我在这个比赛现场呢 就是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就说的招 就是炮九退三 一步棋就得死了 是 您说这个退炮很简明 这招棋也是完全可取 对 因为你下降 我就打掉你 你吃马 我拘一将 你知识 我炮击平六 或者退回去都行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红方的事项零碎 已经是手不好了 对 足吃不吃 我都可以吃掉你的事项 这炮队第三呢 也是不错 实战呢 黑方呢 是走的 退的更远 炮队退六也是可以 那么走到这儿 赵欣欣就主动认负了 他后来我们理想说呢 红方还能走一下 能落下 但赵欣欣后来说啊 黑方呢就不带平炮了 平炮他可以进将 对 他黑方走平马 下步棋 有马七进九 这个灯霜 还有炮队循六 是 二者必得棋 对 所以就走到这儿呢 赵欣欣看到大势已去呢 就索性认负了 对 那么这盘棋呢 王天一取得胜利 这个夺冠的关键一战 对 可以说为他最后的夺冠呢 奠定了至关重要的这一盘 对 那么最终呢 王天一也是如愿以偿呢 获得了本届碧骨炎杯的冠军 在这里呢 也祝贺天一 取得了这个 也就是第二个冠军 对 那好的 这个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 这个大家一直关注 我们向其的赛事 以后呢 我们还会为大家呢 再推出呢 精彩的这个对局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